希望是学史,凯莱尔将英雄局限于少数领域中的极少数人具有神性的人,并赋予他们绝对的力量,这样由于他所涉及的领域宗教文学太少,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,由于他让英雄有了促成历史发展的绝对力量,人民群众,于是除了崇拜英雄之外,不需要再做什么。 只要有一个英雄统治了国家,那国家就有了一个完整的政府,什么投票箱,议会,辩论,选举制,制定宪法,及其他一切机械的措施,都不能使其改善分好。 从这句话中,卡拉尔英雄史观的真正意图彻底明朗化了,他是要为专制主义进行辩护,将历史发展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君主们的身上。 卡拉尔吉利唱的英雄史观,同样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一些腐败现象的恐惧。